不满除夕夜遭解职 前厨师带刀讨薪划伤雇主 原来一切都是为了钱 拿到的是快爪店前员工 放塑胶兰当盾牌的是他前老板 这要从除夕夜这天说起 老板俩包员工上班喝酒偷懒 气得叫他回家吃自己 但该给的薪水却没给 昨晚员工在家喝酒越喝越气 想到过年没钱花就一肚子火 跑去找老板理论 吵完假他进到五金行买刀 回快小店威胁老板才砍伤他 老板没给薪水不对 但连拿刀砍人更不对 最后被警察逮捕 为什么拿刀砍人 你拿不到薪水就砍老板喔 你有喝酒吗 土白中星星北报导